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民国建政的一项 就是政权建设一项非常重要的成果 孙中山先生当选为首任的临时大总统 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临时阅法的颁布 确立了民国的法统 像这样一些东西大家都非常清楚 长期来人们对这个是有高度的评价的 这个千年帝国由此就早向共和 但是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 也就是总统 政府 越法 它都是由临时国会通过民主程序 选举产生 或者朝你批准的 也就是说临时国会 它是先于临时大总统产生的 在临时大总统产生之间 先有临时国会 辛亥革命时期 全国政权建设的中心 它是国会 总统是国会选举的 它的权力地位 从各省酝酿 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开始 它就得到了确认 是新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我说的是这个国会 临时国会 是中华民国新政权建立 政治合法性唯一来源 那么以国会为中心 来建设民国 建设新政权 它就是通过大意志这种形式 以选举和协商途径 来统合响应武昌起义的独立各省 甚至还包括 还包括尚未宣布独立的 其他省份 比如说北方的省份 来共同建立民主的新国家 那么这种方式 就和历史上改朝换代 是绝不一样 同时和深中山同盟会 预先设想的 成立军政府 以同乱一切的方式 也不相同 深中山在之前 革命党也有一套方略 但以国费为中心 来建立国家 所以立宪派 在前清预备立宪后期 发动的大规模的 国费请愿运动 就是输开国费 它有一模相成的联系 其本身是包括革命派 和历宪派 还包括反正的清朝旧官员 鸽派势力 联合建政的一个常识 就是鸽派 以国费为中心 同时也借鉴了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 大陆非议这种形式 那么可以这样说 这是中国民主宪政 真正的起步 或者说是第一次落到了实处 我认为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也不可忽略 所以我们说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 作为政治学者 我想就辛亥民元 也就是1911 1912辛亥民元 民国元言 见证的史实 做些考察 为中国最初的议费政治 做个正本清源 并且就其意义 做一个重新的估价 来跟大家来讨论 我们下面就分这八个问题来谈 当然我们中间 有一些省略 大概是这样的 前面七个问题来 我们都是摆事实 最后一个问题来 我们的讲道理 就是摆事实讲道理 这个内容比较多 我们做了一个PPT 大家有些史料 大家可以看字幕 前面七个问题 我们铺陈了一些史料 来说明辛亥民元 所谓民元就是1912年 辛亥是1911年 见证它的中心是国费 是以国费 最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我们就讲第一个问题 先讲第一个问题 深中山革命党人的革命方略 那么深中山同盟会议派 革命党人的革命宗旨 是推翻满清专制统治 建立现代民主国家 这个早在1894年 新中会成立的时候 陆费的事实 驱除大陆 恢复中华 建立合众政府 那么所谓合众政府 就是以美国为楷模的 联邦制共和国 这个新中会成立的时候 那么美国的合众政府 联邦制合众政府 对于清朝末年的中国人来说 它并不陌生 并不陌生 早在鸦片战战时期 林哲曲主持编译 四周制 他所记得美国 美国是什么 他说联合众制 制成一国 以后卫元才不读 都做了很多解释 1903年 当时接近青年 周龙写革命军 写革命军 他就明确说 要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意 攻击大总统 建立中华共和国 他就有这个话 同年 深中山在檀香山 他对法乔 他也说 要效法美国 选举总统 废除专制 实行共和 也就是说 都强调要选举 公举 选举 所以1905年 中国同盟会 在日本成立的时候 就采取了美国 美式的三权分立 这种形式 是选举深中山为总理 由此这可见的就是 深中山为首的同盟会 他的革命取向 就是要建立民主共和国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是毫无疑问的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这件事情 张元国会 值得一提 1900年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上海各界民事 在唐财长的组织下 开了这么一个东西 张元国会 他叫中国国会 就是按照西方议会 也就国会的形式 搞了投票 选举 冯自由革命一时 他做了一个记载 我们看看这个材料 他邀请富上民流 开大费于张元 美勤命运国会 选举隆冯为会长 严富为副会长 有数百人参加 当然这样的聚会 他谈不上是什么真正的国会 总共才几百人 选举他也不具代表性 但是由此可知 就是当时富上上海 富上精英对于民主选举 心 神向王 你看搞了这么一个 搞了这么一个小演习 对西方国会那一套 并不陌生 并不陌生 但是民主共和 毕竟难以一处急救 这个在欧洲各国 它也经常有反复 如何常立共和 如何建立共和民国 对于革命党来说 那就是打 打天下 武装夺取 打天下 先成立军政府 所以1905年8月 陈浅 陈浅 他拜见深中山 就请示深中山革命方略 当时深中山就指示 革命军占领地区 必须先成立政府 以为号召 就是每一个州 一个县都要这样 也就是说 打下一个地方 先成立军政府 要先成立军政府 1906年秋 深中山 黄欣 张太炎 他们在日本 编定了一系列文件 这个叫做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 策划 在全国各个地方 举行武装起义 拟定了军政府宣言 等许多文件 它规定了一系列革命政策 在理论上 深中山将革命纲领 盖国为 民主 民权 民生 三大主义 后来还提出了 武权宪法 那么革命的大目标 将是建立民主的政权 但是 这有个过程 它并不是 马上就这么搞 深中山首次将 同盟会革命纲领的实施 分成三部 分成三部的程序 第一部 我们看 军法执制 先成立军政府 为期13年 第二部 训政 约法执制 由军政府依照约法 总揽国使 六年为宪 第三部才是宪法执制 解除军政府的权力 依照宪法来选举政府 选举政府 这就是后来所盖过的 三续方略 三续方略 那么按照这个思路 革命成功以后 先成立军政府 先是成立军政府 实行军法执制 也就是说 革命党将包打天下 革命之初将包揽政权 先成立军政府 实行革命党的专制 按照这个纲领 根本就没有考虑 和立宪党人 或者其他派系 分享政权 共商博士 根本就没有考虑 共同协商 来建立新国家 而是要等到 若干年以后 革命秩序稳固以后 才开放政权 才民选政府 至少要九年 三年 六年 九年 按照这个方略 它是这么一个方略 同盟会维持 先后发动了 十多次武装起义 守法 主要就是联络废党 就是黑社会了 黑社会甚至的废党 1906年12月初 在香港边界 发动了平里流企业 这是一次最规模最大的企业 规模最大 也最乱 失败也很快 损失也很大 有几个人被扎了 西山的几个人 以后就转到西南边陲地区 但以后规模就越来越小 影响也很小 一般是打了就跑 打了就跑 那么旅履失败 极易旅履失败 使得房兴在1911年 他就提出了 革命党要建立铁的纪律 他要建立铁的纪律 房兴 他就提出 要以军力行事 军事法 军事要以军力行事 也就是 革命军政府成立的时候 也应该这样 他提出要加强纪律 要以军力行事 深中山批示 只有严密纪律 团体 乃能坚固 不治如散沙 身皇 都提出这个东西 由此我们就可以可知 军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 军政府就是专制的政府 要加强 要以军力行事 军政府就是 是革命专政的政府 它有铁的纪律 它起先是不搞选举的 也不搞民主的 就是专政 军政府就是这么 前三年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年4月27号 深房 他举全党精英 在广州发动了防发钢企业 当然仍然是惨败 牺牲的都是一些留学生精英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他规模也不大 我们说72列室 他顶多死了100人 你搞一个起义就死100人 你规模不大 他规模不大 那么失败以后 深房的情绪非常低落 我们说 革命党 同盟会 曾中山防线 他们频繁地发动起义 还搞了一些暗杀 虽然也极大的震动了清朝朝廷 却很少有人响应 社会拨拦不惊 革命党流血 前不后继 可口可气 但是社会不理解 不接纳 鲁迅小说 吃革命者 能学馒头的群众 那是大有人在 那我们通过这个说法 就是革命党要一锤子 将腐朽的清王朝击垮 没有这个力量 革命党 看来是没有这个力量 那么我们说 1911年 当时武昌起义的胜利 他完全出乎 深房意外 就是他想都没想到 能还不在 也是在其计法之外 在深中山防线的计法之外 他没想到 他也没计法 事后数年 深中山能难 直言不费地说 他说 武昌之成功 乃成于意外 深中山自己也这么说 起义的时候 同盟会大排领导 都不在场 胜利以后 筹主军政府的时候 参加起义的士兵 下级军官 以滋望前 责论众 都不敢当 最后是强迫 曾经亲手枪毙的 两个革命士兵的 反革命分子 亲军协同 黎元宏来当了独独 黎元宏他很有能力 也有威望 极先他是生死不干 但后来干起来以后 那也当仁不让 也有声有色了 很快成为首义元勋 成为元勋 这个当然是革命上不愿看到的 他成为元勋 那么武昌起义和以往的十几次起义 它的最大不同在哪里呢 就是有人响应 各方响应 不但当天新军士兵响应 而且立宪派 也态度鲜明的响应 这个是以前没有过的 立宪派 态度非常鲜明的响应 湖北支议局的议长 汤发龙 不仅第二天 他主动的参与军政府的组建 而且他还以 湖北支议局议长的身份 通电全国各省的支议局 每个省都一致 他是湖北支议局的议长 通电全国各个省的支议局 号召他们响应 这个很了不得 结束一个月之内 就有14个省响应 和清朝脱离关系 其中江苏省的巡抚陈泰权 在支议局议长张简的车动下宣布独立 被拥立为江苏军政府的都督 那么我们看 大概一个月之内 14个省宣布独立 这其中大概有7、8个 是支议局主导的 有的就是支议局长 就让他掩盖 弗兰的 他就当了独独 我们说温和的立宪党人 他更容易得到民众的认可 这就使得起义更加平和 减少了暴力 但这个和同盟会的方略 却大不一致 同盟会原来想的是要主导政权 结果情况 武装起义要出现的情况 和革命党想的不是一样的 不一样 那么黎元冯被推举为首席都督 使得革命党的见证 一开始就相当被动 宋教人房兴赶到武昌以后 曾经策划 他策划 成立两幅都督服 要压在黎元冯头上 浮蓝浮白 在这之上 成立两幅都督服 压在黎头上 但是黄在汉口 在汉阳都市打仗 打败仗 也就没有颜面来占这个位置了 首席武昌军政府 一时就延难成为 全国革命新政权的中心 武昌首席 江浙联军打下南京 这是一个转机 但是南京也不是党人所能独占 南京也不是说就革命党 革命党内部也三头零力 同盟会他要包办革命 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可能 已经不可能 那么根据追随在陈其梅左右的张天觉 他事后会议 张天觉 他是上海 上海同仁得到武昌首益的消息以后 正在想办如何来撤印 突然听到武昌军政府派李薛和 派李薛和到上海来当总司令 来多出起义 而陈其梅就找几个亲信的秘义 找了蒋介石 沈曼云 张天觉 我们看看这个话 曾经梅对蒋介石他们这么说 他说 光复会势力 仅以首益视天下 同盟会将无力诸之地 所以误人为同盟会计 为报答申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 不得不计武昌 而力提供于长江下游 上南从光复上海露所如何如何 同盟会发为政治上的永战优势之政党 这样才无恨 其术如妻 就像乎一样 为了征头功 为了征这个头功 江泽同盟会 孤干 陈其梅 蒋介石 他们身先是菊 出身如实 最后他争得了陈静美争得了附军都督 但是光复会李学和不服 他占据吴松口 自身吴松都督 沈江被攻下了以后 沈江都督归人望极高的 立宪派 汤寿前 那么攻下南京以后 当时有多位革命军的将领 自封为都督 自封为都督 我们说一个省三头零 都督这个样子 一个省上三头零零 全国则派系斗争 时隐时现 那么在这个力量对比中 同盟会并不占优势 并不简单同盟会就占优势 你这个时候想让黎元峰靠遍站 也绝无可能 同盟会要成立革命专政的统一军政府 实现其原有的革命方略 根本就没有希望 你想成立这么一个军政府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原来想的是很好的 你有革命 那根本就没有希望 那么如何来统一民军内部 使各个省三头有所归宿 如何筹建统一的新政府 中央政府 一宪拜他提出了 召开独立各省代表会议的办法 当时前清各个省的自议局 他独立以后 他都改名叫省议会 张检就改为江楚省议会的议长 各省议会不但没有会 而且和军政府并成 就是原来的原来的自议局 现在改正审议会 你有军政府 但是审议会也是存在的 和各省并存 那么议会一线党人 他一般都是当地的士绅 当地的精英 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 他们辅助或者直接参加政府 主动担当责任 对军政府帮助非常大 各个省的情况都是这个样子 很多革命党人也很尊重他们 双方是打成一变 共商大计 在独立各省见证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就是这个时候 同盟会内部 还是有不少人想包打天下 12月21号 深中山抵达香港 从海外抵达香港 这个时候福汉民 广东已经独立了 都督就是福汉民 他就跑到 从广州跑到香港去迎接 他当时对于深中山 就立足深中山不要北上 留在广东主持大计 用半年时间检验五六万精兵 要诉诸武力 五行北方 指导方龙 他还提出这么 要国清南北建立统一的军政府 但深中山没有听 没有听 反而是说服了福汉民一同北上 月底到达上海 当即就被选为中华民国 临时大总统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好 小文本 多证 还是 这 不管 我是 怎么 这 我 不是